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呆了整个市场 所以鹰派口吻涨息的速度可能比你比我想象都快 第二通胀 对于通胀下2% 联储局表示担心 但是言外之意又有一点是疫情通胀 讲到生产链 讲到供应链的问题 到年底以前都可能不会减缓 第三个重点 那就是他还特别的讲到有关于减债缩表的速度 缩表到年底以前才有可能 意思就是说可能年底以前 联储局才开始还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升息的速度比你以我想象都快 第二 鹰派的作风非常强悍 第三个 还钱 倒是在年底在说 可见得联储局鹰派的作风口吻 跟强暗的手段 可能是今年在联储局作风之下 市场会被惊吓波动的主要原因 你必须小心而谨慎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而且要细心的照料你的牛群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投资里面的蓝像 小心配搭 做聪明的好管家 哈尔倩 陈少豪 周三在阳光普道的矽谷 一个Computer Plaza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